第八十二集 往外海中开去了 胖子 为什么同样是四街妖兽 海里面的就要比 陆里上的厉害一些 而且你说 这上线楼也太黑心了 这么大一条章鱼 也不分点战利品给我们 那些受伤的修饰 连免费的零酒都领不到一份 白白出力了 金飞瑶盯着那个 一直以为是花纹的甲板处 有些不满地对胖子说道 刚才的白圈 就是从那个圆形花门那打开的 怪不得只让修士们住在船楼上 每个房间都小得要死 就是为了省下船舱中的空间 装妖兽吗 但是金飞瑶不解的是 一个乾坤袋 就可以装下三头仙侠章鱼 这么大的妖兽 干嘛还要把船身 都造成乾坤法宝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金飞瑶终于明白 为什么需要如此大的乾坤法宝呢 胖子 不要跑远了 这些家伙速度非常快 金飞瑶往侧边一闪 躲开了一只三尺长的剃刀鱼 对着冲出来的胖子厚道 胖子一个三连跳 劈开了两条飞驰而过的剃刀鱼 重新跑回到了金飞瑶的身边 我们背靠背 不要随便乱动 还有 你不要把毒眼甩出来 我的背还扣着你的呢 金飞瑶贴着胖子的背站着 身前一块通天如意 化为薄薄的一块盾牌 而另一块通天如意 则化为了一只四尺短枪 被金飞瑶牢牢地拿在了手中 有剃刀鱼迎着他飞来 他就用盾牌挡住 然后再用短枪狠狠地 扎在这些剃刀鱼身上 不一会儿 他周围的甲板上 已经堆满了扁平细长的剃刀鱼 胖子的战绩也不错 身边也是堆满了剃刀鱼 全是被他如钢枪的舌头刺穿的 整团的修士都在卖力地杀着剃刀鱼 他们扁平的身子边缘锋利无比 从海中飞起 像飞镖一样地跃上海石船 在割刀修士后 又飞回到了海中 今天一大早 海石船不小心闯进了一群剃刀鱼群之中 然后就被这数以百万计的剃刀鱼袭击了 众人都说是误闯 青飞瑶却根本不相信 看着修士们在打得苦恼 而两头金鱼却早已解开了绳索 在海里面上下翻腾 他们张着大嘴 把这些剃刀鱼大口大口地吞掉 吃得那叫一个欢快 八成是这两只金鱼发现了这里有剃刀鱼群 所以才拉着船过来的 金飞瑶很怀疑地说道 二戒妖兽对于助击修士倒是无所谓 伸手就可以拍死一只 有些修士的法宝扔出去就是打一大片 只是这些剃刀鱼实在太多了 百万对一千 这要全部杀光 也是要花掉不少时间的 金飞瑶是恨得要死 从那天遇到金霞章鱼开始 海石船就一天最少要遇上两三次的瑶兽 从四阶的到六阶的轮番上场 把船上的修士弄得四处奔命 累得半死 而且新上船的修士 带着丹药灵符消耗起来和流水似的 有些人身上早就空空的了 就算是有带些材料 海石船上也故意没有提供可炼丹的地方 就那些西长的小房间 你敢吐出真火 就能把整个船楼给烧了 也没有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坐在甲板上炼丹 最后只能在船上的小摊上买消耗品了 可以呀 一瓶十粒的三瓶流溪丸 平日在万仙水城也只用一百块下瓶零食 而在这海石船上 同样的一瓶流溪丸 价格就翻了十倍 反正东下就放在这 爱不爱买是你的事 价格高不高那是我的事 就算现在不买 长达半年的捕猎期 也会逼着他们在船上买消耗品 金飞摇算了一下 不算这百万数的金鱼口粮 进入外海的十七天中 上线楼不出一丝力 白捡到四阶妖兽十二头 五阶妖兽二十七头 六阶妖兽九头 正死他们了 回去的时候 肯定又要帮杀几十头妖兽 我也弄条船做这个生意算了 金飞摇抖落短枪上 扎着的两条踢刀鱼 纷纷不平地骂倒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五阶妖兽主动袭击海石船的次数 要比四阶的妖兽高 而六阶的妖兽 基本上是闯进了地盘 才打起来的 想必是四阶的实力太弱 看到比他们体型大的海石船 就不敢主动上前来招式 而六阶的妖兽灵智已开 知道这些船上 有群沙红眼的修饰 所以不主动招惹 而五阶的妖兽 正处在实力强大 灵智不高的 好战鲁莽时期 看见什么都敢上前去招惹 金飞瑶很天真地想着 猜测着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妖兽 这些在船上遇到的妖兽 也给金飞瑶提供了参考和练手 他一直都没用权利 但是自我的估计 自己一个人去捕杀妖兽的话 也只能杀五阶的 而且还不是秒杀 得纠缠几个时辰才行 金飞瑶对这个估算很不满意 觉得效率要再高点才行 毕竟不是四下无人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窜出其他妖兽和修饰 其实他这个效率已经不错了 那些同样筑基中期的修饰 没有什么人愿意一个人 去杀五阶妖兽 要是出个意外 连个帮兽也没有 但总有人是单杀妖兽的 不合群和实力高强的人 总是会有的 这群剃刀鱼 杀到半夜才被清理干净 堆满了甲板的剃刀鱼 被承堆的推下海喂金鱼 不过看大家累得都够呛了 震船的修饰难得闪心大发 让海时船上的酒驾 拿了不少鱼回来 免费的请修饰们吃一顿 看他高高地站在了船楼顶上 一脸犒赏大家的表情 众人就想把他拖下来给踩死 明明就是他们辛辛苦苦杀掉的东西 最后还成了赏赐了 赏金四兄弟头大如牛 老大出海 还是没遇到其他三人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年轻 血气方刚地出了两次海 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后来遇到这三人 干起了赚赏金的生意 就再也不出海了 现在这出海 没想到难度比以前更大了 外海圈的妖兽群 怎么和吃了春药一样的 见船就过来 当年来的那两趟 一个来回 也就帮上线楼杀了不到十只妖兽 一路上大多时候 都是无聊吹海风的 最悲惨的是 因为胖子没有采购补给 四人的乾坤袋中只剩下了一些修炼用的丹药 这些东西对治疗伤口 恢复灵力和修复神识是没有用的 看着知道自己做错了 故意装出一脸无辜的胖子 老大就想捏着他的脖子 扔下船给金鱼做口粮 这趟生意有可能还要赔钱 等到了捕猎海鱼 不出海都不行了 老大在这里悲愤着 却不知道振船修饰站在了船楼上 心中十分的爽快舒服 这出来跑船还真是舒服 只要一个来回就可以赚到数十万中品零食 不用自己动手 就可以分到一半占利品 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事 只是没想到 上仙楼那群练当的老头练船的粉子 有这么好的效果 这些筑机修饰还真是可怜呢 如果让这些筑机修饰知道 上仙海的盘古船 每条都装了不少 让海中妖兽发春的药粉 恐怕就没有任何人愿意上船了 这一直是上仙楼的秘密 是在那些痴迷恋丹的老头子 无意中炼制出来的 对于四五阶的妖兽 有极大的吸引力 偶尔也可以吸引到一些 处在发春期的六阶妖兽 药粉是用起来也不麻烦 就挂在了船底 用一个足有二丈来大的特制袋子装着 药粉被海水一泡 就化成了淡黄色的药水 随着船身的移动 在海水之中扩散 像一头发春的母兽 在海上四处勾引 攻妖兽 路过其他的母兽地盘时 也能招来地盘主人的不满 所以才有妖兽不断地找上门来 这种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 所以后来的修士都不知道 而老大这种以前来过的人 也只以为是航道不一样了 所以遇到的妖兽数量才不同呢 谁也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 以前有人想过 这样用发春的东西吸引妖兽 他在一头二间妖兽才抹了一些 然后往捕猎的地方一扔 人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这东西可不能乱用 上仙楼也是站着盘古船上的修士集中 人数众多 而且船体一直在移动才敢用 上仙人往一头妖兽上打 只要熟练了 不用多会儿就能杀掉妖兽 危险度并不高 但是等进到捕猎海域 等船停下来时 这些药粉就要提前收起来 不然修士都跑去捕猎了 船上没有什么人 还停在了原地不动 这不是活生生找虐吗 二十余天后 海石船终于来到了 他们要捕猎的海域 这是一片广阔的珊瑚海 无数的珊瑚形成了浅海 和荒芜人烟的礁石 放眼望去 整个海域之上全是无数的礁石 倒是方便修士们落脚 在进入这片礁石区后 海石船就很少遇到妖兽袭击 大家终于可以松了口气了 修整一下 准备接下来的捕猎 这当然是镇船修士 把药粉收了回来的原因了 海石船选了个地方停下 拉船的大金鱼也自行游走 镇船修士就站在了船楼底 向下面的铸鸡修士说道 各位 我们要在这里停留半年的时间 大家可以自行其事 只要记得开船时间即可 日子一到 我们就要离开这里 并不会等任何人 大家如果有买卖东西 可以到船上来 这里面有提供安全的保障 大家只是听着 谁都知道这趟出来 想要省钱是不可能的了 只是希望运气好 多遇到几次妖兽 可以多赚一些补贴 一下花费 镇船修士说完这些 就回到了自己在七楼的住所 七楼一分为二 可供两名镇船修士居住 虽然每次都是这名镇船修士 出来处理事务 其实这条海石船 共有两名接单修士 大家都是上线楼的人 自然都是相识 他知道 另一人只喜欢苦修 所以这些杂事都由他报了 而之前已经说好 期间他可以离船出去 猎杀妖兽赚外快 不用一直守在船上 他们倒是住的宽敞 金飞瑶趁着这几日 没有妖兽来袭击船 一直在窄小的房间里 睡觉补充精力 他懒痒痒地伸了个懒腰 抓着头发 隔着琉璃窗往外看 就见一鸣鸣的修士 遇上法宝 就四散开来 金飞瑶并不这么急着出海 想了想 就带着胖子 先去填饱了肚子 然后才咬着牙签 招出了飞毯 随便找了个人少点的地方 飞了过去 这片海域真漂亮 一片片彩色的珊瑚 就在海水二三尺下 水清得如同天空一般 金飞瑶记下沿路的珊瑚 从座路标 省得以后在海上迷路 赶不上回去的船呢 一千名修士 确实有点多 一路上都能见到修士 在飞行四处寻找妖兽 不过人家都是一群一群的 多则几十人 少则也有二三人 不少人运气不错 已经有寻到妖兽打了起来 一路上都没遇到什么妖兽 看来他只能去再远的地方 才有可能寻到妖兽了 金飞瑶没有停留 一条直线的往远处飞 海里妖兽虽然多 但是海洋也是非常宽广 妖兽也没这么容易寻到 而他的身后赏金四兄弟 也远远的尾随着 因为这些那些的意外 他们的花费远远超出了预期 当初接下弄死金飞瑶的报酬 连这次外出的费用都补不够 他们已经把目标的轻重换了 本来是打算弄死金飞瑶为主 然后顺带杀几只妖兽赚点外快 而现在他们的主要目标 早已换成是杀妖兽 然后再顺带把金飞瑶弄死 赚点外快 反正他们也要去寻找妖兽 就远远地跟在了金飞瑶的身后 往人烟稀少的地方而去 金飞瑶倒是发现了 有四人跟在身后 不过以为是正好顺路 这片海域这么大 总不能让别人不准飞在身后吧 咦 前面有只妖兽 突然金飞瑶发现 远处的海面上有个活动的黑点 有可能是一头妖兽 他把买来的海兽的图册拿了出来 准备飞进了就对比一下 是什么样的妖兽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 飞得近了些 那黑点已经有拳头大小了 模模糊糊的可以看见是一条黑色的鱼 金飞瑶刚想翻翻图册 找到全是鱼形的妖兽分类时 就见一股水从黑鱼身上喷涌而出 会喷水啊 这样的妖兽 我好像有印象 他往册子上赶紧翻了几页 找到了这种妖兽的图和介绍 六阶凤水兽 身长百尺 体大无比 可以控制水术攻击 看完册子上的介绍 金飞瑶无奈地合上了册子 不满地说道 搞什么嘛 竟然是六阶的妖兽 而且还这么大 这些海兽真是讨厌 形体大的品节高 体型小的数量多 还要不让人过来 这头妖兽 金飞瑶一个人可搞不定 他只得无奈地从妖兽上空飞过 就在他飞过的时候 这头风水兽还不甘寂寞地对着他 喷出了一道几丈粗的水柱 金飞瑶一闪而过 喷到空中的水柱落下时 像下了一场急雨 还好他眼急手快 小花伞瞬间就寄出 拿在了手上 挡住了满天落下的水地 大哥 前面有头妖兽 我们要不要杀呀 跟在身后的四兄弟 也发现了这头凤水兽 老二急着向老大询问道 杀 当然要杀 反正这女人最后还要回船上去 我们在这动手 和回万仙城动手还不是一样的 杀死金飞瑶 问出什么漂亮女人的身份 才能从月不清的手上 得到十万下皮零食 而这一个来月 在船上就花掉了近八万块下皮零食 傻了才会看到妖兽而不杀呢 三胖子跟在后面 没心没肺地问道 大哥 要是部主催促怎么办 老三 你是不是吃太多了 连脑子里也全是肥肉了 也不看看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雇主就算是想催促 他也没有本事 把福音鸟送过来 早杀晚杀 全由我们自行决定 无辜的老三 又被老二狠狠地骂了一顿 走 这家伙是四姐的药兽 大家小心一点 老大叮嘱一声 率先遇着法宝 飞向了凤水兽 其他三人也赶快尾随其后 去赚他们来到这儿的第一桶金 金飞瑶不知道 他就这样甩掉了四个心怀不轨的人 只是从神识中知道 这四人去杀凤水兽了 等他又找到了一头五街的瓦音兽时 赏金四兄弟早就没影了 瓦音兽的名字很好听 会让没有见过的人 误以为他得像婴儿一样可爱 其实是因为 他的叫声像小孩的啼哭声 就和猫发春时叫的一样 晚上听着会让人发寒 所以才得了这个名 这娃音兽长得那叫一个丑陋 一个硕大无比的脑袋 嘴边伸出两条长长的尖牙 身上灰蒙蒙滑溜溜的 拖着一条滑水用的长尾巴 也不知是不是金飞瑶的错觉 他觉得自己好像只看到了一条后腿 长在身子下方数来数去 这只娃音兽都只有三条腿 管他几条腿呢 反正只有尖牙和腰单有用 其他的地方就喂鱼吧 金飞瑶懒得再去侧子上翻看 这娃音兽是不是就是三条腿 招出了通天如意飞快的就向他顿了过去 针对娃音兽 那身光滑的皮肤 金飞瑶让通天如意化为了两个满是巨齿的圆盘 飞快的旋转着向娃音兽割去 哗啦一声 通天如意嗖的一下 就把武藏来长的娃音兽背上 割出了两条皮开肉绽的伤口 然后通天如意又飞到了空中 翻转后速度更快的扑向了娃音兽 而金飞瑶从飞毯上跳下 左手一收花伞 右手一团明火燃起 对着被通天如意划开的伤口 就打了上去 铸鸡中气以后 金飞瑶的明火中的黑明更多了 现在一团明火有一半都是黑色的 只有一半是原先那样的蓝色 黑色明火的杀伤力完全是上了一个档次 黑蓝相加的明火直接冲入了娃音兽的伤口之中 娃音兽痛得大吼了一声 前掌猛的就是一拍 力深的礁石瞬间被打毁 四周的海水也被激起了二丈高的大浪 然后金飞瑶飞快的双手一撑 无数的明光炮疯狂的聚集起来 最后形成了一个五六丈大的明光炮 飘在了空中 下面的娃音兽张开大嘴 嘴中一团刺眼的光团 嗖的一下就击视而出 金飞瑶则向前一扔明光炮 全身瞬间化为明火之身 一股明火也迎着光团喷涌而去 两者相撞在一起 机器强大的风荡 随后相互抵消 而扔出去的明光炮 正好落在了娃音兽的上方 吃溜一下就把它整个照了起来 燃 金飞瑶手指明光炮就是一声大喝 明光炮中黑加兰的明火喷出 金飞瑶的灵力瞬间就被抽空一半 娃音兽在明火中咆哮挣扎 要燃起五六丈高的熊熊火焰 这灵力就和抽水一般的飞快流失 金飞瑶差点就要脱离 赶紧扔嘴中一粒补灵丹药 才控制住了明火 不愧是五戒的妖兽 在金飞瑶的明火之下 娃音兽还在拼命的挣扎 一道道刺眼光团从明光中喷出 穿透明光炮打向了空中 金飞瑶心中一急 急忙让通天如意扎进了明光炮中 继续撕割着娃音兽 慢慢的 明光炮中的挣扎越来越缓了 最后再也没有了动静 娃音兽终于被磨死了 长出一口气 金飞瑶收回了灵力 明光炮和明火通通的消失 露出了娃音兽的半具残骸 金飞瑶坐在了一旁休息 手轻轻的一挥 通天如意刷的一下 就割开了娃音兽强硬的头骨 他再用手一吸 一粒乌黑发亮的妖丹 从娃音兽的头骨中飞出 落在了金飞瑶的手上 把妖丹收回了乾坤袋中 他让胖子去把娃音兽的尖牙拔出来 在原地打坐 把灵力全部恢复后 才重新坐上了飞坦 寻找下一个猎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